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公布了该国的医疗改革方案 称将为约5亿印度人提供免费医疗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这一方案 印度政府将为该国1亿多贫困家庭 约5亿人口提供每年50万卢比 约合5万人民币的重大疾病保险额度 这意味着健保计划一旦实施 民众既不需要再为头疼脑热等小病发愁 也不必再为大病的治疗费担心 此外根据这一计划 印度还将再建24所新的医学院 并拨款60亿卢比 用于肺结核等级定的治疗 在印度这样一个大多数人尚无医疗保险 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500美元的国家 这种堪比大锅饭的医保措施 必然会受到底层民众的强烈追捧